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讲星星,我是星星 大家应该有发现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说过蛮多末代皇室的故事了 因为呢我个人对于这些末代皇族实在是很感兴趣 想知道这些皇室怎么会从万人膜拜走入平民 当然既然已经到了末代代表当时的情势对于皇室一定是很不利 能和平的成为平民大概是最好的结局了 有些呢被俘虏甚至还有被解决掉的 而今天要说的尹大飞本来我对他的故事也很不熟悉 在搜集德惠翁主的资料时了解到更多关于尹大飞的事 虽然呢世界各国末代皇室的成员们结局大多不太好 可是尹大飞真的是数一数二的高峰亮节 即使生活颠沛流离依然不卑不亢 幸好尹大飞晚年还得以善终 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大韩帝国唯一一位生前侧风 也是最后一任的皇后 纯真孝皇后尹大飞 尹大飞本名尹曾顺 1894年9月19日出生在距离汉城不远的经济道杨根郡 也就是现在的杨平郡 我们比较熟悉他的称号尹大飞 是他的丈夫朝鲜纯宗去世后 纯宗的弟弟李迎即位 尹飞呢就晋升为尹大飞 尹曾顺出生在朝鲜王朝第26代国王高宗的时代 高宗呢就是尹曾顺的丈夫纯宗以及德惠翁主的父亲 不过当时朝鲜的国王已经没有实权了 日本和俄国的势力都相继的深入朝鲜朝廷 当时呢朝鲜的背景 我在德惠翁主的影片里面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 没有看过的可以先回头去看看 这边我就会简单的带过 尹曾顺是属于海平尹氏 从他的祖先辈就已经在朝廷为官 父亲尹则荣在大韩帝国时期 也曾担任秘书院臣 殷亲王李英福总办等等的官职 但是和他高风亮节的女儿截然不同的是 尹则荣与他的哥哥也就是尹曾顺的大伯尹德荣 他们两兄弟呢是假公祭司 中保私囊的亲日投机分子 尹曾顺的母亲则是来自启夕的渔氏 说到这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大他20岁的丈夫纯宗 纯宗的本名是李子 1874年2月8日出生 父亲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朝鲜高宗 母亲则是大名鼎鼎 后来被日本人杀死的敏妃名称皇后 李子有一位同父同母的哥哥 但是出生不到几天就夭折了 西元1875年 因为当时呢朝鲜人属于清朝的凡属 使用的是清朝的年号 这年是光绪元年 高宗就册封了还不到一岁的嫡子 李子为世子 光绪八年1882年 李子的母亲敏妃 任命自己的同族兄长 敏台号为博士 作为自己的儿子世子的老师 同年的2月21日 敏妃又安排了9岁的李子 与当他两岁 敏台号的11岁女儿敏氏举行婚礼 敏氏就成为了世子平 也就是太子妃 1895年的10月8号 朝鲜宫中发生了著名的乙味事件 当时的日本刚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清朝 气势震慎 便想一股作气并吞朝鲜 日本找了一些借口 陆续派出军队进驻朝鲜 并且培养朝鲜宫廷中的清日派 当时呢与大清关系比较好的尹妃 失去了大清这个靠山 并转而拉拢因为担心日本并吞朝鲜后 会危及自己国家利益的邻国俄罗斯 想要借由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与日本抗衡 而此时日本派出了陆军中将三浦无楼 担任朝鲜工事 1895年的9月1日 三浦无楼抵达了朝鲜 很快的他就发现要清除俄罗斯在朝鲜的势力 一定要除掉关键人物敏飞 他便开始与在朝鲜的日本势力策划名为狐寿的谋杀计划 10月8日凌晨数十名的日本浪人 400多名日本守备军 与800多名由日本训练的朝鲜士兵 直接攻入了朝鲜警服工 在御狐楼试杀了敏飞 据说当时只要和敏飞神赐的宫女也全部被杀死 以避免留下敏飞的活扣 这年是光绪21年以未年 许称以未事变 而敏飞一手陪职的同族侄女士子平敏氏 也在宫中经历了这一切 为了营救婆婆敏飞 她还导致了永久性的腰伤 敏飞去世后士子平开始出现了精神问题 常常精神恍惚并且无来由的悲戏 以未事件发生的两年后1897年 朝鲜高中借着日俄势力的持续对峙 宣布脱离清朝凡属 建立大韩帝国 高中称帝改年号光雾 世子李子成为了皇太子 世子平敏飞则成为了皇太子飞 但是两人结婚多年并未带下任何子嗣 在成为皇太子飞之后 敏飞的压力更大了 不过两人没有小孩的主因 可能是因为李子 李子从小身体就非常的不好 为了让他身体健康 他的妈妈敏飞除了请便 御医密医还经常举办祈福法会 来为他消灾祈福 而1898年发生的查毒事件 让他的健康更糟了 当时清二派的官员金鸿鹿 指使御厨在高中 以及皇太子的咖啡里面下毒 所幸的高中并未喝 而李子吼了之后 立刻昏倒在地 虽然因为抢救得宜 捡回了一条命 但李子摔断了两颗门牙 毒药也让他的脑神机 以及身体都留下了永久性的伤害 使他的健康状况更差 应该也因此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而迟迟未怀孕的敏逝 因为压力过大 得了一种名为火病的精神疾病 就让文族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火病 这种疾病是朝鲜 也就是现在的韩国特有的文化症候群 好发于中年的妇女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韩国的社会 相当重视长幼阶级的辈分 再加上严重的父权社会 让女性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就容易导致这种身体发热 心跳加速 易怒 胸闷 焦虑等等症状的活病 皇太子妃敏逝 就是出现了这种活病症候群 时常在宫殿 发怒 砸东西 但是身体的发热 潮红 寓意却误判为怀孕 还让他服用各种的补药 因此导致他的健康急速恶化 1904年年仅31岁的敏氏就病逝了 敏氏过世后 尹曾顺的投机分子父亲尹则荣 当时是皇太子李旨 弟弟殷亲王李淫甫的总伴 用重金贿赂了殷亲王的母亲 也就是高宗的皇贵妃严氏 要与皇贵妃结盟 让女儿尹曾顺成为皇太子妃 因为高宗的正妻 敏妃已经死于了以未事变 后宫的掌权者就是皇贵妃严氏 于是皇太子敏妃过世的三年后 1907年1月24日 比皇太子李旨小20岁 实际年龄只有13岁的尹曾顺进攻 成为了大韩帝国的皇太子季妃 同年的5月 大韩帝国光武帝高宗派遣密使 前往在荷兰海牙举行的万国和平会议 抗议日本强占朝鲜 但是行动不幸曝光 日本随即派遣军队包围了朝鲜皇宫 逼迫高宗将皇位善让给皇太子 于是1907年的7月 李旨继位为大韩帝国的第二任皇帝 纯宗隆熙帝 而刚驾进攻不久的13岁 皇太子妃尹曾顺 受策为皇后 她是大韩帝国唯一一位生前受到策封 也是大韩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后 因为纯宗并无子嗣 纯宗的弟弟 延皇贵妃的儿子李莹 被立为皇太子 随后李莹就被日本人送到日本去读书了 皇后因为比丈夫纯宗小了20岁 再加上纯宗因为毒咖啡事件 导致了判断力障碍 简单的说就是有点认知障碍 痴呆的意思 她的性格单质也不能生育 婚后呢 两人并没有过着王子公主般的幸福生活 但是年纪轻轻的尹皇后 个性相当成熟稳重 她了解当时大韩帝国的处境 于是她安分守己的待在自己的宫殿里 据说在她住在昌德宫的20多年间 没有出过宫门一步 在宫中也是非常偶尔才会到花园去散步 不过她将全部的心力都转向了学习 她饱读各类的书籍 甚至还开始学习英文和日文 但是呢 在皇帝皇后登基的两年后 1910年 日本就强迫纯宗签下日韩合并条约 朝鲜正式成为了日本殖民地 据说纯宗被迫签订合并条约前 尹皇后曾经在屏风后面偷偷的听到 当时大韩帝国内阁总理大臣 亲日派的李婉用 与她的伯父和她爸爸一样是亲日投机份子的尹德荣 正在商讨两国合并的事宜 以及唇宗的退位 尹皇后呢 即刻出声反对 并且偷偷的将大韩帝国玉席藏在裙子里 但是最后 玉席还是被她的伯父以及父亲给强行夺走 尹德荣 尹泽荣这两兄弟也因为对日韩的合并有着重大的贡献 分别被日本封为朝鲜贵族的子爵和侯爵 日韩合并后 大韩帝国宣告灭亡 大韩帝国的皇室被日本降为了李王家 是介于日本的皇室以及日本贵族华族中间的一个等级 纯宗被降封为昌德公李王 尹皇后则成为了李王妃 又称作尹妃 沦为王国君的李子更加的沉默寡言 郁郁寡欢 时常反复念诵南唐礼后主 在南唐灭亡后被北宋俘虏所写的诗词 本来就有精神障碍的李子 精神和身体的状况都变得更加的糟糕 尽管尹妃和丈夫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但是他细心的照顾着丈夫 李子就在尹妃的照顾下多活了好几年 一直到大韩帝国亡国后的16年 1926年4月25日 52岁的李子病逝于昌德公 虽然呢 两人并未有夫妻之识 但是失去了相守将近20年的丈夫 尹妃仍然相当的悲伤 时常躲在宫里哭泣 他按照传统理智为丈夫守丧 减少进食 不舒服打扮 一直到桑林的结束 纯宗的弟弟李盈 继承了李王的绝号 并且晋升皇嫂的位号为大妃 尹妃呢 从此就被称为尹大妃 但是从小就被带到日本的李盈 也只是名义上的继位 仍然不被允许回到朝鲜 由于呢 他无法回国 李盈便劝说尹大妃 继续住在现在的宫殿 无需移宫 不过遵从李法的尹大妃 坚持要从帝王与王妃居住的 中宫殿大造殿迁出 搬到了偏宫乐善斋 这年年仅34岁的尹大妃 在宫中展开了漫长且孤独的生活 幸好的是因为李王家的继承人 李盈原在日本 受到日本人的掌控 在朝鲜的李王家族成员 对于日方并无威胁 日本给予李王家族贵族的待遇 韩国人民对王室也是很敬重 除了人生不自由 基本上尹大妃在宫中 是过着衣食无缺的生活 他就这样过着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 一晃眼20年又过去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朝鲜半岛脱离了日本统治 宣布光复 但是尹大妃的好日子并没有来 而是更加的糟糕了 韩国临时政府主席 后来又成为大韩民国首任总统的李承晚 因为担心人民会拥待正统朝鲜王朝复辟 便对旧皇室处处提防 除了不让在日本多年的李盈回到韩国 给予尹大妃的待遇也很差 尹大妃就在乐善斋艰苦度日 朝鲜光复的五年后 1950年韩传爆发 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 攻进了现在的首尔当时的汉城 当人民军攻进朝鲜王宫时 尹大妃毫无畏惧 还大声地呵斥士兵 这里是国母居住的地方 但是人民军却将他关进了居留所 五天后尹大妃被释放 不问他的居所乐善斋已经被洗劫一空 前大韩帝国的堂堂皇后就此流落街头 被人发现后 他被送到了高宗父亲新宣大院居的故居 云仙宫暂时居住 不过随着韩战战局越来越严峻 尹大妃和其他的皇室成员就陆续逃到釜山去避难 李莹的妻子李方子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 尹大妃是徒步从汉城走到的釜山 一心想要维护皇室的尹大妃于1952年再度回到了德昌宫的乐善宅 1953年两韩在板门店签订了挺战协定 1954年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颁布旧王室财产处置法 将所有的王室宫殿通通收归国有 连王室所剩无几的财产也全部被充公 暗月发放生活费给王室成员 尹大妃就此被撵出了宫殿 赶到首尔近郊真林的一处农舍休人斋居住 尹大妃开始潜心念佛 并于1959年皈依佛门法号大帝月 1960年独裁的李承晚政府在第四届总统选举中舞弊 国内爆发大规模的抗议事件 李承晚被迫辞职并且流亡夏威夷 接连继任的总统尹普善和普正希很善待旧皇室 67岁的尹大妃正式被接回了德昌宫的乐善斋居住 两年后普正希总统也将末代公主德惠翁主从日本接回 与尹大妃一起居住于乐善斋 尹大妃就吃斋念佛 照顾精神不佳的德惠翁主安度晚年 昨年11月已经瘫痪多年的李莹被台上担架 跟着妻子李方子一同返回韩国 尹大妃很想前去探望40年未见的小叔 但是亲友担心年迈的尹大妃无法承受看到病重的李莹 见面这件事便一直被搁置 1966年2月3日回到乐善斋的6年后 73岁的尹大妃心脏病发去世 据说在他弥留时仍然不断的念叨 朝鲜王朝的最后继承人李莹英王殿下 韩国政府为周末代皇后举行了隆重的丧礼 并且将她葬在了丈夫纯宗皇帝的御灵 而在1910年日韩合并后 纯宗下旨成立的朝鲜宗室 泉州李氏宗约索 为尹大妃追封嗜好 现宜持人纯真孝皇后 大韩帝国末代皇后尹大妃的故事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 别忘了订阅人生假惺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